从健微支柱的角度来说 小的部位的一种病变 就可能引发一个大的病变 因为它的供血不足 或者是血液淤主 也会导致其他部位的一种疼痛 比如说相似的头痛 还有腿痛 就是腿疼 有的人老年说了 说我年纪大了 腿疼很正常 那么我腿疼是一种退化性的病变 它并不往心脏上去怀疑 而很多时候 人们是通过这种检查身体四肢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肩膀胳膊 然后再加上腿胯 关节 再有像是其他的头 还有牙这些地方出现疼痛 看似与心脏风马牛不相激 但其实预示的心脏也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 所以这些信号千万不要忽视 那么我们都知道病要先防后治 如果说没有预防意识的话 等到病情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了 那么就比较难治 所以说疾病的信号对于我们来说 是应该非常熟悉的一些条件 典型的心脏信号我们知道 这个典型的心脏出现了一些疾病信号 我们都知道 那么其他不典型的 我们一定也要熟悉 这样呢 会尽早的改变你的这种疾病的这种进程 缩短你的这种发病的这种时 不对 延长你这种发病的这种时间和年龄 那么尽量呢 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状态